108课纲在《论语》孟子大学周庸 这四书完全砍掉 它指每个截取一些片段 集合成一课 那这个四书一拿掉 可以说失去了最有系统的一个生命教材 这个生命教材是让我们可以来学习 我们民族最珍贵的民族品 所以对我来说 我说这个教杆这个课纲 它是一个缺德的课纲 各位你们晓得吗 在日本的明星书学都要读我们的文言文 在日本的鼎大入学考试 都要考中国的文言文 韩国人拼了老命在那边 争着说孔子是韩国人 为什么 可是今天我们居然无知无情的 要刺断这种文化经脉 我们让我们的孩子 对自己的文化完全失去深入学期的机会 请问未来他们的竞争率在哪里 我们的民族尊严在哪里 文化自信又在哪里 我们应该要多庆幸我们的老祖宗 留下了这么多丰富美丽 而又充实的文化文学遗产给我们 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 有这么多好如烟海的传统文化经典 那是我们的老祖宗几千年来 累积的生活经验跟生命智慧 可是我们的教育政策呢 居然在全世界风学中文的潮流里面 我们选择自公 我们平白丢掉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盟主宝座 除了四书所删掉的经典古文 我举个例子让各位了解 例如他们删掉了顾炎武的连史 因为学生就不必再知道 为什么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 他们不再能够清楚的理解 为什么耻是清清白白的变点 我们在看每天新闻看到那么多不清不白的政客 在那边跳梁小丑耀舞扬威 在那边吃香喝辣 学生的价值观怎么不本耀 是非观怎么不错乱 所以它是个无耻的客干 此外 他们还删掉了柳宗彦的史德西山业游记 在我认为 那是一篇处理个人生命作者最重要的范文 他们删掉了范宗彦的岳阳游记 那么学生从此可能认为 先天下之忧而游 那是一个神话 那他们失去认识一个 能够建立生命高度 学习大我关怀的典范 他们删掉了群子的劝学 而那一篇是引导学生去思考 学习的意义 学习的目标 学习的方法 学习的步骤 他们失掉了引导 我是真实想请问 我们伟大的教育官员们 专家学者 你们让百年数人的大业 全部毁在你们的意识形态里面 在你们的课纲指导之下 我们不确定将不交得出科学的巨人 可是我们确定交出好几个世代的道德诸鲁 以及历史弱� 我们下期见